球评范甘迪认为火箭有机会击败勇士美联社分享 在柯瑞Steven Curry进入伤兵营单后 勇士队少了一元得分大将 但是还是能继续赢球 当柯瑞重返先发时 执念会是如何 勇士队完全没有被这位两届NVP得主的伤势影响到 目前战机28胜7负 全联盟排名第一 光从战机来看 他们的优势还是难以动摇 不过名球评范甘迪 Jeff Van Gundy不会把话说死 我仍然认为击败勇士队是很困难的事 但你知道伤病总是意外而来 范甘迪说 如果伤病发生的时间不巧 局势就会改变 柯瑞硬右脚踝扭伤 已错过了十场比赛 在他不在场时 勇士队进攻并不是很顺畅 过去无场比赛中勇士队得分已经三次低于一百分 不过在他缺席时 球队只输了一场 因为勇士队该以防守取胜 在防守评比领先联盟 每百次进攻仅是一百 八分 更让骑士队在圣诞大战的投篮命中率降至32% 如果其他球队在勇士队人手不足时都无法战胜 那么很难想象当全员到其实还能有什么表现 但是范甘迪认为火箭队很有机会 他们在保罗 Chris Paul再度受伤前一度打出十四连胜 范甘迪说 我认为火箭队对能和勇士竞争 这两支球队都会进入西区决赛 而且不管谁出现都会赢得总冠军 我认为火箭队对能和勇士竞争